妈妈 我画的副前面要给你看 哎呀 向向太棒了 画得真好 这画里有 爸爸 妈妈 奶奶 还有我们的向向 哎呀 你画得太好 妈妈 我画的画 你看老师还奖励 你我想花了呢 这丫头骗子在这边就知道办 家不回也不吃早饭 家不来呀能有什么用 这是白饭 我告诉你 如果不能生个儿子 饶不了你 哭哭哭 就知道哭 我说我昨天怎么输了一晚上了去 都是你 班老子才有一块 就回了 还行 我去 快去 你走了家我不是干 去去就回 不安全 一个小丫头骗子还当成宝了 你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 万一累到我孙子怎么办 下下 那你快去快回 千万别在桌上探我啊 去吧 你怎么样 打得还算水灵漂亮吧 亲生女儿你都舍得慢 你这当爸爸真够信生女儿的 等了三年 生出来这么一个赔钱货 我得把他卖了换钱 养肚子里的儿子呀 行 看起来 没问题 夏夏 啊 爸爸你怎么了 爸爸 夏夏啊 你不是一直想让爸爸 带你去游乐园玩吗 爸爸今天有个事儿 让这两位叔叔得跟你去 好不好啊 我不想去 我带你去玩 来来来来 跟叔叔走 走走走走 妈妈救我 妈 有什么喊 妈妈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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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爸爸救我 救你 救你 我把你带了 我拿什么来养肚子里的儿子 走 走走 爸爸救我 爸爸救我 爸爸 爸爸救我 爸爸救我 妈妈 天气这么长时间回来 你不会出什么事吗 哼 能出什么事儿 妈 我去接下下期 下期 不行 你找谁做饭 你想饿死我跟大军啊 哎呦 这么久了 我还下下会出事啊 哎 妈你别拉着我 你别拉着我 好 你个小队容啊 你长本事了 连婆婆的话你都不听啊 要是让你就别回来 大军 大军 你看到下下了吗 我 我看下下老长时间没关系 我快找他了 没看见 你怎么说这孩子这么上心呢 瞅你话说的 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难道我不希望她好吗 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 我没知道她上哪儿帮忙去了 咱们先回家 玩意她就能回去了 不行 我的心 我看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得去找你 你先回去 那一天我已经找过了 他不在 大军 你听 我好像停的下来在叫我 没有你听了 你听了 你听了 跟我回家去 哎 别走 走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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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像有人追过来了 你快走啊 你到人进局了 妈妈 你好 我妈妈 我没没听见下下的声音了 我就说你听错了 你非不信 我 我没听错 下下的小回馆 下下 下来的车也打给你听 你怎么回事 你知道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是 是一伙的 我还是不把他卖了 拿什么钱 来咬后面油腩呢 你把自己的青生卷卖了 是 人家真的好想 人家你还我你 你还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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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着火 你干吗 你干咬我 你再吵我弄死你 下下 下下 我的孩子 是来救救我的孩子 我的儿子 我的孩子 儿子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儿子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我没了 你跟桂龙还年轻 你们还能再生的 我孙女给你们成家生态 你怎么这套心 该死了三门心 害死了我孙子 还有脸丁嘴 看我今天都打死你 你 你 你还敢还手 来人哪 快来看哪 媳妇打婆婆 还有没有天理啊 你 你这选项 我会喝一下 就喝我自己的 我要和陈大学离婚 宝贝 李久宜 谁怕谁啊 像你这样的女人 就不配嫁到我们陈家 当媳妇 你要留个产的女人 不看啥 然后人家赶到你 我提议咱们品牌 来捐赠宝贝回家的项目 可以暂缓一下 不如把钱拿去赞助体育事业 对他们品牌效应有帮助 肖总一效如何 肖市集团的目标 不仅是商业成功 还要回馈于社会 帮助那些失雇的家庭 集团不仅要捐赠宝贝回家 还要追加捐赠数目 是是是 肖总说得对 那我赶快去落实 好 好吧 便利益检测结果 后来 怎么样 当时那几个女孩 好 继续派人去照 我的瞎瞎 你到底在哪 你到底在哪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哎 哈哈 表哥你干嘛呢 你吓我一跳 哎呀 自己妹妹抱一下怎么了 哎 这样不好吧 男女说说不起 鬼哭狼嚎什么呀 你呀将来是用嫁给你表哥的 抱一下怎么了 我拉你说什么呢 赵伦说表哥 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 你呀 就是我花钱买来的养女 那跟阿伦又没有血缘关系 怎么就不能结婚了 可是我 人家彩礼我都收了啊 我家里得嫁 哈哈哈 彩礼都收了 小方啊 打扫卫生的王阿姨啊 生病请假了 你姐姐我啊 刚做的美甲 也不方便干粗活 辛苦你了 没事的姐 你好 请问你需要什么 我想看一下新款的鞋子 这里看吗 都在呢 这双鞋子有没有三角马 太医 这双鞋没有五马啊 太医 太医 这双鞋没有五马啊 小姐 你又买点什么呀 多少钱拿三就得给我试一下 当然可以了小姐 我们的鞋码都是全的 小方 把这个钥匙所有颜色三十九马 都拿过来 给这位小姐试穿 好嘞 我刚才要没有 他要为什么就有了 他要买的时候就有了呗 你什么意思啊 喝酒水 这是嗓子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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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看中了那块 确实没有三十九马 我给你拿了这个正红色的总款 我看您好像也看中了那块 那个有三十九马 鞋呢 只有自己亲自试了 才知道舒服舒服 好不好看 我给您试 你是新来的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哦 我刚来三天 还没有过实习期 不用试了 姐 您不满意是吗 哦 哦 我们店里还有其他的新款 我再去帮您找 这些鞋 我都要 帮钱 好嘞姐 不好意思 您是我开的第一呢 这个还不是很熟悉 您稍等一下 来 不好意思姐 她新来的不熟练 我来帮您姐 不用 大姨我有的是事情 这个心里看年轻小朋友 大姨 好了姐 我帮您打包 是不是 我帮您的 那些鞋子 我帮您拦开 我帮您拦开 还不成功 颠造 小废 我帮您的地方 我帮您的地方 要帮您的地方 会帮您的地方 不 gia 我帮您的地方 半碗了 哎呦好大的口氣 我就是不願意給你這種 大腫臉充泡子的破落不服 怎麼了老娘我可是相怪 那店長可是我堂哥 有本事你去找老闆啊 你看他理不理你 堂哥 瞎了你的老眼 敢在動手 大吼小招 哥 他是董事長啊 老闆 你好歹也當了正公男店長 便宜一去管理醫生的東西 你又沒有情不干涉 小菜爹我也肯定人工 這個主角也不用擋 是 你消消氣 馬上讓他滾蛋 不會發生這種事 老公 我 管這是 這樣的員工 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 他眼光獨特 不如周到 在我這裡 已經達到了很高的銷售水準 使用機滿了 就給他轉正吧 暫代禮班一職 愣著幹嘛 還不趕緊謝謝董事長 謝謝教董事長 你這成婚成孔的樣子 倒是讓我想起了我年輕的時候 如果我的下下還在 差不多 都和你一樣的年輕 哎呀 我真是年紀大了 和你說這些幹什麼 小董事長 我願意聽您講話 我覺得 您很親切 我一感覺 和你這孩子很同緣 公司裡我們是上下級 在家裡你叫我消息就行 你讓名片 有什麼事 你隨時來找我 王組長 剛才蕭董說的 下下是誰 我剛才幾天 不知道 別看蕭董 會以消失 至少見你 小事 消失的 但是在這兒之前啊 她的家庭 她的婚姻 都是不錯 前夫家裡重男輕女 喪良性 下下 又是她唯一的孩子 但是莫名其妙的 被人販子拐走了 至少現在 還沒有 好了 方林班 去把剛才客人式的鞋子和衣桶 你就收好 啊 忙你的去喊 走 也沒有 還要 先最熱銜 不怕 不怕 不算了 不是 沒有 我不是她了 不是 你一拿 不怕 我不要爽 你給我爽 你不怕 我不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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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爽 快爽 你不爽 吃完後 吃完的眼光無稱 吃完啦 吃完啦 看我剛差的工資 還有呢 哼 美琪啊 你媽她走的早 家裡就剩下我們倆 雖然你不是我親生的 但是我對你勢如敬重 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成大 現在 也到了你該報答我的時候了 你還是要努力工作呀 現在這些 卓是有點少啊 爸你是這點本事 反正錢我都給你了 哦 有嗎 豬凱是個財 是 局長姚貴柔 請小郭姐騙不施的案件 下降 所有現場有機會 我打個A加號碼 蕭 蕭氏總裁 蕭慧柔 哈哈 爸你給我穿好 哈哈 他 他是我的前妻 哈哈哈哈 你太多了吧 他要是你前妻 那我還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兒呢 哎 看看 是不是他 不是吧 哼 你瞎 瞎不 瞎瞎 哈哈哈哈 我們發財的時候到了 哈哈哈哈 沒想到蕭家居然比我想像的更加有錢 榮華富貴的日子我來了 是我的媽媽嗎 是你的我的孩子 真的是你嗎 媽媽是我 是我的媽媽 你都去哪裡了 媽媽一直在找你 媽 先回事一下 你很冒陌 那你告訴我 咱們叫後花園的老婆 他們什麼東西 這麼簡單的問題還想難打我 還好我問了陳大軍一些細節問題 那你有我小時候不算打破的青花齊瓶的碎片 我看爸爸打我 就埋在那裡了 沒想到 之後還是被發現了 有一次 我帶他去護兵掉鳥 你不小心跳進了湖裡 是誰救了你 陳大軍這麼重男輕女 肯定不是他 是你了媽媽 希望你 讓誰會願意獲出清兵救我呢 是我的女兒 是你我的女兒終於回來了 後面你送給你的玉佩 你記得 你記得媽媽給你的那口玉佩嗎 玉佩 那下 這是媽媽家所傳的玉佩 玉佩有次 那下一個媽媽女 遇事著母女榮心 從今天起啊 這塊玉佩 就是下下的 最保佑你的 謝謝媽媽 我會好好珍惜的 嗯 一個賠錢獲了你 你把這麼好的東西給他 你還不如拿去換錢 養我們以後的兒子 大軍 玉佩 是我們家祖傳的 傳你不傳男 就要下下帶著 你男人家家 早晚都是要家人 你把好東西給得到 這就和大水標一樣 沒什麼去 媽媽給你一口玉佩 玉佩 這根本 我當然記得了媽媽 我還記得 那個玉佩上面 隔著一座纏繞的人奏 邊上還有細小的人文 不行媽媽 被我弄丟了 那些人換去把我的玉佩搶走 這我沒有用 這我沒有用 我就搞不好看 玉佩 這根本就餓了 你說什麼 你可能完全不會相信 這這些年 不行 沒忘記過你 忘記過這個家 如果我的出現 讓你無娜 讓我去過 跟你相認 不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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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級的那不是 我和你不 我都不可以 自己不失去了 好險起見 你一天 你一天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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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哪一張眼睛啊 對不起方律師 你的檢測對比結果並沒有學員關係 你這個時候有沒有學生 你跟替我們的 明治蕭蕭榮也是你的親生女兒 啊 我的女兒 我的孩子你終於回來了 我哭了 你知道你好久啊 是今天的日期嗎 杜小姐多谢了 如果造假的事你那为什么信 那我就拿来了 医生你不需要有任何顾虑 这张卡只是我给你的见面了 后面还在这的事 如果你远走老板还是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 这是个新的检查报告 这是这份旧的 我帮你销毁 这双鞋真的非常适合你 上档很舒服 不过一期 小姑娘你这有眼光 这要涉爽了吗 好 你们这鞋 谢谢 帮我 不是啊 第一天就卖出20代 这真是我们的销售之星呢 没有 都会到大家为了 我李下你给我出来 老婷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了 你是我未婚妻啊 彩礼都收了你要盘 离婚的事根本不是我的本事 是因为财务 我会由不得庞里 这可由不得你 各位先生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闹声 那你哪儿是聪啊 该跟老子显示啊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方立夏是我的员工 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老板 我是他未婚妻 他还欠我一个交代呢 我真的没有任务 我当然相信我的员工 这位先生如果有任何合法诉求 请通过正当途径建筑 否则我将报警出 你给我挡择 肖总 谢谢你 是 还经常犯了 如果再有碰到任何问题 随时告诉我 我 凯徐啊 是我呀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你是我的女儿 我跟你打电话怎么了 我现在是消息集团的大小姐 我看你现在过得是很好 你不要忘了是谁帮你进去的 小商店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要买辆车 你刚给你打两万块钱吗 不要贪着乌烟 两万块钱好干什么呀 那下 你一个亲你可休闲 不能连一辆车的钱都没有啊 啊 你要给我打电话来 吓死我这是的 死了吗真是这很一定 LOT 长久没 听说了吗 她未婚夫 这个月来咱店里闹了好几次 是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店 今天的裤衷我都合对过了 我先下班了 上次你未婚夫 虽然我们知道 那不是你的错 但是最近店里的氛围 我想你也感受到了 而且最近我们接到了一些客户投诉 恐怕会影响店铺的形象 王店长 家里的事我不努力解决的 我绝对不会影响工作的 林夏 这张抱歉 你还是再找一份工作吧 我明白了 是你 小董 工作时间你怎么在外面 小董 上次很感谢你的帮助 但是 我不争气 我离职了 看得好好的 为什么离职啊 难为你了 没有 他们都对我非常好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妈想让我出去的家人 同意的话 他们就来店里闹 影响了店里的风格 你也是个肯定的孩子 那下一步 你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哎 我们将来缺个保姆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到我们家当保姆 至少有个落脚病 还可以兼顾学医 真的吗 妈你回来了 她是谁啊 怎么这么眼熟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家新来的保姆 叫立夏 是保姆啊 我还以为是 是什么 没什么 以为是还跟我抢妈妈的 你可真爱吃醋啊 立夏 以后这就是你们家 是 小董 不要叫小董 叫我萧姨就行 好嘞 你萧姨 那你怎么对一个 新来的保姆 不比对我啊 秦若 他不过是个外人 哎呀 好了好了不吃醋吧 以后啊 好好和立夏相处 嗯 知道了吗 小阿姨 你对我真好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报答你了 立夏 你让我想到了曾经自己 我当年也和你一样 为了采离 被迫嫁给他爸爸 他被拐后 我就离开了那个家 过去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立夏 你已经是成长的土壤 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 变得坚强有土力 小姨 谢谢你 我会加油的 这是谁做的甜品 是我做的 手艺不错呀 给谁选的 也没有特意选 就是小的时候 经常就在妈妈身后帮忙 为什么 你这么孝顺 妈妈一定很开心 谢谢小姨夸奖 哎呀呀这是什么呀 里面怎么有头发呀噁心死了 怎么会呢 我做的时候特别注意的 怎么会有头发呢 不是我说你 这里是肖家 是你们农村大锅饭 别把你们不良的卫生习惯带进来 好 我知道了 我下次会更加注意 我这里倒是没有 是不是你不小心掉进去了 妈妈平时是怎么叫你 得饶人处且饶人 到了吗 才回来我被要开 先走吧 别当工作了 不是我人吗 我告诉你 没有事后好我 就趁早滚蛋 你帮我看看 这件衣服怎么样 小姐 您穿这件礼服真是光彩照人 到时候一定会惊艳全场 那当然 我可是肖家的大小姐 真难喝 连泡杯茶都泡不好 我这妈怎么看得上你的 不好意思小姐 我马上再过去给您泡一杯 算了 选得我好像故意拿过那次 赶紧把这上的水给我擦干净 你怎么有这个玉佩 是 你怎么有这个玉佩 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 你妈妈 那个跟你结婚的妈妈 不是 那个是我养母 这块玉佩是我亲生母亲 你看 你看 这么多年 弄丢一块玉佩是很正常的事 只要能记住玉佩的图案 就行了吗 这块玉佩和陈大军画的一模一样 难道方丽夏就是小鬼容的亲生女儿 我带小姐 确认一下 大军姐 你怎么了 陈下 你们虽说是主仆 但我感觉咱们更像是朋友 这一会儿 聊聊天梦 朋友 我 我不敢 我不敢 这样来就来 来来来坐 你怎么会跟新娘呢 这一会儿 两次把我保养回家 那你亲生父母呢 是你 你就不想去找她呢 我当然也想找到她 才那么多年都过去 一点信息 太可怜的 那不 你再提供一些具体的信息给我 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 你亲生那么小姐 那太谢谢你了 但是 我现在知道的唯一消息就是 我生父生命就是本省 可是本省也挺大的 想要找到她们 也确实是挺 那你还是放弃吧 也许 他们根本不想跟到你 不可能闹 她肯定不会放弃我 我也不会放弃她 陈下 我也没有太运气了 如果你的母亲真的想找你 我真的也曾经未知见过 我说的话可能有点难受 那我问你一下 谢谢您好 我只是想 尽我最大的努力 其他的 衣服换好了吗 妈妈可要进来啦 妈 别进来 衣服还在换呢 这孩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紧白 你小的时候 可都是我给你洗的澡 妈那都是多小的时候了 现在我也是个大姑娘了嘛 好好好 妈妈 原来的衣服比较大姑娘 你不想的衣服 赶紧摔掉 现在马上 你不想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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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这下容 你带这么贵送的玉佩 这张人说闲话 知道了吗 好 再见 妈一看我的碗礼服 不好看吗 我女儿啊 穿什么都漂亮 妈 虽然我现在回来了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 也不知道小姐 有这么一个女儿 元琪 早就想好了 过两天呢 就给你办个任亲宴 风风光光的 帮你介绍给大家 妈 你对我真好 做你的女儿真幸福 妈 你去吃点点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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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小阿姨 原来你会弹琴 没关系 继续吧 我喜欢有人和我一起弹 我可以吗 夏夏小时候 我就想培养她弹琴 在那个时候 家里条件不允许 现在条件好 我倒是学会弹了 可夏夏去 夏阿姨 您别老想过去不开心的事 现在您已经跟美琪小姐团聚 钢琴现在也可以学 开心美琪不喜欢这些 我终究 是错过了她的童年 有些遗憾 是一辈子也弥补不了的 你看看我 和你说这些干什么 上碎手 就是愿意唠叨 不会的小阿姨 我跟你说过的 我感觉 给你清醒 我看你 你会给你清醒 刚才 你有几个音 看得不对去 而且节奏也不对 来 谈我听听 好 如果 我才会成为肖家真正的大小姐 你居然敢打费不然费 我花的碗 不是这样的 明明是你 你什么你 做错事了 说你了 帮我一下 你以为你是招架大早讲 我不是故意的 我会故意 这些碗碟可都是成套进口的 打费离哥这一套就不完整了 离哥底的上你半年工作 你拿什么赔 我看小方也不是故意的 那打费钱确实前人手拿 那不算好了 你收拾行李赶紧走 回头我跟妈说你辞职了 你也不用陪行 那我又能去拿你呢 是啊方黎大 小姐可是为你好呀 两个都是一起干活的 你要是不走 我们说不定也会被你牵连 知道了你干什么 不走拿来小杯钱 不 不 不就是打破一杯子吗 这么大洞干戈至于吗 小姐 少爷 方黎佳必须得到硬的惩罚 才能辅重 是啊 少爷 上个月小刘打碎了茶杯 可是被罚了两个月公司呢 你们说的也没错 打破东西做错事情 是该做的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上次家里有个花片 是一样的 我 之前 母亲从国外重金买回的兰花 方黎夏毛手毛脚不懂规矩 确实不像话 该重罚 其他人 少爷 是我们都累了 我们咱们赶紧赶了 湘明月这些是铁额心要维护 方黎夏这个贱人人 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你不是什么大事 都怪你们炸击小怪 传出去人 还以为咱们家可待笑人呢 瑞宇你方黎夏 我亲自处罪 你怎么处罢我都行 但请你不要帮我赶出小家 我真的无数肯定 你怎么处罢我都行 你怎么处罢我都行 别动 大少爷 我真的不是故意打罪大小姐的碗 是因为 我知道 啊 看出来不是你做的 是顾米奇有意针对你 那大小姐他为什么要这样救我 我也不知道 原是你爱教他什么事了 其实我对他爱意 算了 方黎夏 受了委屈就要说 别人欺负你就还回去 记住 这世界能帮助你 只有你自己 你若是挣千金 我的一切不是都要归于你 绝对不行 这次就让我知道 这种房子 谁说的算 谁把我的衣服弄破了 怎么那么宝贝 妈 马上就认清了 哪里有时间准备一件新的呀 昨天小姐的衣服是谁手吃的 小姐 我昨天确实有帮您整理过衣物 但我保证没有碰到过它 那些啊 你一向心狠气的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夫人 我们每次整理衣物都非常小心 不敢有半点疏忽 请您相信 妈 您不知道 今天立下下午才打破了家里一个骨瓷瓶 哥哥还拦着 不让我说它 什么意思 夏阿爷 我敢以我的人格担保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这丫头什么时候这么硬气了 我还真是小瞧她了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掉牵孔 我愿意配合一切正规合法 算了算了 一件瓷器一条裙子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必那么大费对 是非 以后我会更加小心 欢迎各位贵宾的丽丽 大家的到来 让我们萧家横臂生辉 现在 请联系我 与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女主角 与我失散了整整二十年的七生女儿 孤雷琪 真的好羡慕美琪小姐 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妈妈 你到底在哪里啊 你还记得 世界上有我这一个女儿吗 恭喜萧董学会爱女 朋友们 让我们共同举杯 庆祝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张燕 喝一杯吧 不行不行 我是负责倒酒的 我怎么能喝酒呢 没事 现在没人看脏 不然 以后我就陪 来 方丽夏 你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所有萧家人都围着你转 我 哈哈哈哈 你看那个女的 这胖子简直是个土包子 你们萧家的下人素质可太低了 是啊 看她的长相 肯定是乡下来的 真够寒酥 哈哈 她怕不会是走错的地方 喂 我的香槟没了 快给我倒酒 小姐让你给我闹嘴是给你灭 你怕不是困住来吃白石的吧 装什么装 哎呀丽莎不好意思 你看我真是太不小心了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没事的小姐 我一会回去换件衣服就好 呦美琪小姐 这是哪家大小姐呀 不好意思 她是我家幼人 如果有什么冒犯之处 还希望贵客多包容 原来是下人啊 美琪啊 怎么你家下人连规矩都不懂 是该好好教训她 不好意思啊 陛下 还不快给客人道歉 我 我看她还不服气呢 像这种不知死活的下人 就该开除 陛下 你帮我来 这就走了 真没意思 美琪啊 我看待女的也不像你说那么牛气啊 还不可以是尿痕了吧 哈哈哈 这谁家千金啊 气势这么好 小总 这么贵的衣服 我穿真的合适吗 海童挺胸 别给我丢脸 关一会弄坏就不好了 要不然还是放回去吧 一件衣服而已 就当为那些无礼的宾客 被罪了 放心 谢谢 美琪 这是怎么回事 你家的下人怎么比你穿的还好看 是啊 我看她就是故意想抢你风头 你真身衣服哪里来的 这人敢投衣服 要投下来 你 这件衣服是我为丽夏准备的 她也算是咱们家的一员 误会 我可是你妹 可是你手买过衣服给我了 母亲这么疼你 不需要了吧 绝不需要是我的事 你不可以对一个善人 只对一个妹妹还好 你真的要不要把我穿严厉 那对谁好 是我的事 好 曾经是母亲为我办的任性 爱 做我宴会 不需要的事 我想给你跳的舞 我跟着高伯送大夫 小总 您过去吧 我也让小阿姨知道 我们起了争执 打的不高兴 这么漂亮依然是个下人 真可惜 再怎么打吧 屋里还上红丫 這位美麗的小姐 有信仰能請您給我表演舞嗎 抱抱歉我不太會跳舞 答應他呀機會難得 就是呀 別看張主管賣相一般 在養你一刻是綽綽有的 米奇 咱們師兄妹你在幹嘛 你有個喜歡上女生貓的養子 咱們之間不用寫完寫 那以為我們在一起 以後你之前的小事情 我是你最好的名 玉亞 你其實真正的大小姐 我高看不上 何況 超市集團由誰繼承 無情自貿 超明遠 你不是 美麗的小姐啊 來陪我跳支舞吧 張主管 我真的不會跳舞 哎 機會難得 不會跳沒關係 學嘛 正好 我教你 走 張主管別這樣 我怎麼了 啊 哈哈 小風啊 你不懂 這樣 跳舞都是正常的肢體疊出啊 再說了 像你這種年輕人 怎麼還這麼奉獻啊啊 嗯 你幹什麼 張主管 真是抱歉 我實在是不會跳舞 我看你就是故意打擊報復 你活的不耐煩了是吧 張主管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我剛才都說了我不會跳舞 不會跳舞 是你非要看來方小姐 需要一位匹配的舞伴 不如我來試試 小總 不如我 張主管 難道中年難免乏力 跟不上年輕人的步伐 休息一下 是小總 好 小總 謝謝你 剛才 要我尋找這段子 不用擔心 我贏到你 嗯 我的好歸的 有這麼好的場合 也不通知我一聲 怎麼是那個 你拉我從來幹什麼呀 我還沒喝夠呢 那可是一瓶好幾千美的好酒啊 喝喝喝你就是啊喝 哼 我當然得喝了 小姐 你現在是一招飞上直投變鳳王 連霸案都不叫了 當霸的我 心裡難受吧 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 這裡這麼多人 你來幹嘛 我是你爹 我怎麼不能來 小點水被人欽賤怎麼辦 你現在害怕 你早點把錢給我打過來 我就完事了 對了 我最近急著用錢 你抓你時間給我做二十萬 二十萬 出來給你找二十萬 你堂堂肖家千金肖鬼龍的愛你 連圈圈二十萬就能拿我出來 我不信 這個月不是給你多少錢了 再兩二十萬 肖定遠肯定懷疑我的 那我不管 我要是拿不到錢 你的好日子也就過到頭了 行 我想辦法的 回去等著對吧 那我這一次 這也不就對了嗎 我告訴你你以後休想逃出我的手上心 難道我上課該知道太太的死老頭男呢 不 就這麼下去 你的秘密遲早會被鄉家人發現 爸 我想好了 我以後每個月都給你一大筆錢 來那沒氣啊 哎呀 你不愧是我的好陪你啊 你說我給我聽你啊 你說我給我聽你啊 你想算 你以後讓我去 燒給你 肖明远 你离我这么近干嘛 你喝了多少酒 怎么敢置乎我的名字 我没喝醉 就喝两杯酒 你可别太小看 立夏 你真的很累 别让我烦开一几 肖明远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 这个甚至不 assum 他就是为了 enga 还是用 模瘤 你这个不守复杜的东西 这才几天了 你就跟男人吹跳舞了 咱俩的婚约在新 你是我姓 你这么呼呼来 有把我招立脱在眼里吗 跟你转回去 表哥你说什么呀 怪不得我没有见过他吗 原来是不知道从哪里婚起来的村妇 就是 不过这种乡野孙妇 只是别有一番姿色 勾搭着不见女色的萧总处处维护 还跟她跳舞 萧家的私人宴会 怎么什么妈妈走动的王立成 跟这种身份的人在一起参加宴会 真是太吊架了 真会气 是啊 这位方姐 会跟你老公回去吧 这种高级宴会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好好的定亲宴 被你们一家人搅着屋檐照片 真太吊架了 看看什么生气 不就是在萧家当了几种保姆 就把自己当成萧家人呢 应该话回家 我不回去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说你财礼钱的人又不是 你快来 说到这就是先演给我对呀行 听妈话呀妈也是问你一号 你怎么不是他人家 再怎么活的 妈 从小到大我都是听你的 但现在我已经成年了 婚姻大师 我不可能再任由你摆布 你快把赵敦钱还给他 我不可能跟你们走 哎呀 我的天爷呀 你这个糟粮信死你呀 你说你 你那么小的时候 好你家人就不要你了 我看你可怜 我把你牵回家去啊 我把你当做鸡胜女而已呀 一把是一把又把你咬大呀 我这累的我 我心脏都不好 我心脏都忘了 你哥 现在啊你长大了是不是 你翅膀弱了啊 你都不管我这么老不死的了 我还要我能够苦啊 你我怎么养了你什么一个白狼啊 妈妈 妈你需要我吃吗 哎呀 哎呀真是的 你养母韩欣如酷养你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就是这么报答他吗 就是 老人家还有心脏病呢 怎么受到了这种刺激 真是不孝的 是啊是啊 跟你们回家去吧 家手不可外扬 在这闹算什么事 妈 我很感激你的养育吃 从小到大 家里的活都是我的 有好吃的都是给弟弟吃 高中毕业我说我想积蓄不复 你说家里的钱 要留给弟弟 所以我继续出来吧 你说 弟弟要买房买车养其生子 所以我赚的钱 联系我全都给了你 我知道我不是今生的 所以这也无口碑 我养了你二十年 那这些不够应该的吗 我知道我还不清楚你的恩情 所以我做这些也无言无悔 你说你想要十万块钱 我也可以赚钱给你啊 但是我真的不想跟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结婚 妈 咱们都做了二十年的亲人了 人心都是肉掌的 难道我就值得十万块钱 行了 行了 我看你是出来缺点本事啊 结果电脑黑白了 那阿伦是你一家的儿子 那咱们两家吃个吃点 那你嫁过去 活在也不会亏待你 我们都是拿你当亲闺女一样对待 我这一反酷刑 还落你嘴里怎么吞我都不是啦 我还信你啊 你这个鬼 我才是白痒了 妈 我又 别来哭哭 放哭哭 妈 我 我 敢管老子闲事 你刚才跟我媳妇跳舞这个帐我还没找你算呢 你现在自己撞见狗上了你啊 我 那你怕了 这人 这有拳有势的 惹不起 他爹的 你就看他这小戏胳膊小戏腿 我一拳给他砸土里 哎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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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 不要结白生之 要不然咱俩咱俩就白来了 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很可惜每次见面就是你 有什么事不能平静的主说 肖家的宴会 貌似没有邀请人物 原来是肖社群团的三人物 我告诉你 我们家的家是你少管 李佳 跟我们回去 你要认清你自己的身份跟责任 不回去 住手 在我萧家的地盘 还游不到你放肆 你算个什么东西 该插手我们家的家事 有钱了不起 有钱你就懂我闲事 有钱你就足远我们夫妻传绝了你 非说萧家家大业的 但是插手别人家事 总是不太好吧 是啊 这个萧明远是真的惨 放着一本正宗的理性小写不讨好 从房伍拿成的名号 真是很轻重 他不过是个养子 有什么眼光 我看他在那个方立夏 就是搭看律动 倒是十分平衡 方立夏是我的客人 也是我的朋友 谁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愿把他带走 你他妈谁啊你啊 给老子滚开 放开我 救命啊杀人啊 我已经提醒过你 你再如此捉缠不休 对 立夏 立夏 他好歹是你表哥身体相来的丈夫 你 妈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好好好 我不管你怎么样 你先让人把他给放了吧 啊 妈的胸口疼啊 小董 对不起 这一切都是因我而止 他们已经得到阴影的教训了 找人把他们赶出去就行了 可要想清楚 对敌人手软就是对自己才 可他不是什么敌人 他是杨娃二生的幽灵器 知道了 在哪儿呢 真是 哎美琴 美琴 美琴没事 妈妈在这 你妈妈告诉妈妈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说 他说他是我爸 他要我把你的钱拿给他 不是这跟他讲道理 他根本不听 还冲过要抓我 不是这没办法 想推开他 不是什么 他就刷压住 他会死了 我好害怕啊妈妈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不担心他就要杀了我 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是真的 是妈妈不好 妈妈没有保护房 让你受到的惊险 无论是生是死 这都是个意外 你不要自责 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用妈妈为你承担 你不用担心 陈大军 你最好不要再出来腥风作浪 或者别怪我的客气 喂 这两个 怎么我再不出来 不不不得 小大小你是不是 好棒啊 这应该都太多事了 你在里面我也不好用信 你现在在哪儿 我好想 来 啊 美琪啊 你家好豪华呀 你怎么进来的 小心未然发现 放心 我自己有办法 倒是你 以为不接我电话我就找不到你是吧 这个你听我解释 你先做现场好不好 我爸所有事情都跟着送你 所有我不喜欢你骗我的 我知道 你做的太好了美琪 我没好好把握住这一点 把肖家的财产全搞到手 可是我担心 如果秘密有一天没发现 那我这个冒犯后就彻底完完了 不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就是肖家大小姐肖桂荣的亲生女儿 不是陈大军在找我麻烦怎么办 你可要帮我解决这个麻烦啊 陈大军的事你不用担心了 我会帮你下后 俊梁 你对我最好了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还有吗 你俊梁 对 就是 symbol 请 对我 嚴峻祭筹百一百是吧 你就要利用好這一點 啊 意思是 可以利用蕭桂仁幫一下 只要幫法得到外事皆有可能 我們現在沒落動了 為了你給我的育園 必須冒險我了 對 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防 蕭桂仁子張明月啊 你感覺他已經懷我了 這什麼字卡 你得都會乾的 這樣啊 這樣怎麼咯 郭美琪啊 你該不會對那個蕭桂仁動心了吧 啊 我這不是為了讓自己在蕭桂的地位 穩固才去巴結他的嗎 那脾氣那麼差 我怎麼可能喜歡他 愛的人一直都善點勸 忘記 你現在知道我的事 給你補什麼都會 你不給錢 你得知道就好 我可是為了你才進去 你是絕不能背叛我的對吧 你這個丫頭啊 我養了你十八年 你這麼回報我啊 我真是白養你了 白養你了 你奶奶啊 我姓蕭蕭美琪 哎呦 蕭小姐啊 哎你怎麼來了 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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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 哎呀 蕭小姐啊 你看咱倆也飛遷飛過的 幫我還沒什麼那麼好心 趙阿姨 我偶然得知你有個難題 我碰上了一個小麻煩 我想我可以合作 讓方立夏和趙仁成夫 讓你禮金照收 我還會另外給你一筆禮金 找你對此事保密 小小姐啊 這一事啊 不是我不答應你 是立夏那個死丫頭 他不答應啊 他上回都跟我整警察局去了 那是你沒有手段 放心吧 我一切安排得妥妥蕩蕩的 那行 那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夏夏呀 是我呀 別管電話 你還有什麼事 哎呦夏夏呀 你說呀 我雖然不是你的親生母親 可我好歹養了你十八年 你也教了我十八年的媽呀 說吧 什麼事 哎呦夏夏 我病了 大夫說呀 我不行了 你快回來看媽最後一眼吧 什麼 好我馬上過去 嗯 那你打算要給我多少錢 媽媽回來了嗎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哪兒不舒服嗎 你走 咱們去醫院 哎 沒事夏夏 媽就是有點小感冒 就在家休息休息 啊 真沒事嗎 要不還是去醫院看看呢 哎呦 夏夏 媽沒事 媽呀就是想讓你 多回來看看嘛 嗯 嗯 所以 您剛才給我打電話說 你都放棄什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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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說夏夏呀 媽騙你幹什麼 媽心臟著老毛病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了 哎呀 這怎麼說呀 你大不中流啊 一流流成仇 哈哈哈哈 對了媽 我一直想問你一件事 你 真的不知道我 我知道了 我說不知道就不知道了 我騙你在說 我我沒有不相信你 哎行行行我跟別問了 你還要怎麼報病手 你還要報病手 媽渴了嗎 你快喝 哦真是好孩子 好啊 早熱 你先喝點 別渴著了 早點 早點 當年 是霸國領回來的 那他有沒有說 是從哪裡把我領回來的 我知道 你要問啊 就說下面問你那死鬼老爹 我啥也不知道 我渴著了 媽你今天怎麼怪怪的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 瞞著我啊 我 不管我有什麼事 我能有什麼事 我沒有 媽我都好暈啊 我喝了什麼呀 死丫頭 還敢不聽我的話 我看你這回往哪跑 父親 幫你下去呢 怎麼一天沒見到人 小鳳今天請假了 請假 他生病了 好像是他媽媽生病了 他回去照顧一下 他媽生病 我想他和家裡人 也不能走中了江 放他走 他電話打不通 他電話打不通 方立夏可能出事了 方哥你怎麼在這兒 你離我遠點 立夏你醒了 我想遲早也是一家人了嘛啊 誰知道我差不多 怎麼就把事辦了 辦了 哥哥你別開玩笑了 你再這樣的話 我就喊人了 喊呢 喊 這不隔音好 外面聽不見 等咱們生理做成了熟飯 你到時候也跑不了了 哈哈哈哈 哎呀這個時候你還要換牆裡 還行嗎 你這輩子 哈哈哈哈 相片他知道我都 他隨時都有可能過來 你別亂來 哈哈你讓他來啊 我看他到底有沒有那麼大膽子 哈哈哈哈 熊月娥你起床 熊月娥你少管這些事啊 說過 方立夏是我的員工 我有責任保護他的人身安全 他是我的婚姓 這是在我家 你家不是有點錢嗎 我難得跟你廢話 我已經報警了 你可以選擇現在的客戶 我是跟警察解釋一切 你對方立夏所作所為 你對方立夏 我走 明月娥小心 我走 傻人啊 救命啊 傻人啊 看你是不想走了是吧 留著跟警察檢視檢視 云云 多虧了你 剛才 沒事 立夏別怕 我在 走 你來著我 你給我來著我錢給你 他在幹啥呢 你給我來著我就是 你 你別傻人 你們告訴我為什麼 我們是家人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害我 媽你說呀 說 現在老實交代 或許咱們還有機會住下來商量 立夏 這事跟我沒關係 这个是你妈叫我 那你个臭小子 你直接往我头上来了 这也不是我的主意啊 说我也是被迫的 到底是谁 顾美琪 他找的我 他说这就这么干 然后让你永远消失在他的面前 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过境 他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们 我总觉得顾美琪在隐瞒上 走我们找他问清楚 算了 我只是一个外人 等攒够学费 我就离开小家 还有你们 明远哥 自从养父走后 这几年我一直努力赚钱养家 也算报答了你们的养育职 妈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讲的 从此以后 我跟您之间在乎瓜哥 你是个白眼狼啊 你什么意思要哭呀 你把这个管我 啊 你们认识朋友 我只是自然的 然后乌鸕 那是同养分吗 對不起啊李小 說了讓你不舒服 他變亮亮的 我相信 我的媽媽某一天一定會出現 在我身上 明天哥 謝謝你 一直鼓勵我支持 才讓我變得這麼堅強 李小 抱歉啊我剛才太激動了 沒事 為什麼方立下會在這裡 他只應該被 小姐 這不是咱們家的保姆嗎 怎麼高攀上咱們家少爺了 真是不要臉 明遠哥哥 你們倆怎麼在這裡啊 顧美琪 是不是你指使趙如 無私立下 好讓趙如人生命煮成熟飯 我跟趙如家又不熟 而且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小方呀 那只有你自己心裡知道 誰知道是不是他自己願意的呀 而且那什麼輪的 不是他的未婚夫嗎 美琪小姐我是被逼 哎呀行了行了那是你的是 懶得理你嗎 顧美琪 算了明遠哥 從此以後 我不會再惹你 我 今晚 真的半小時太眨眼了 只要他再一天 就有人讓我不踏實 我 我直接讓他消失 不是 如果萬一追究到我嗎 我知道 明遠 這個是上次您借我的書 還有給您跑的一杯牛奶 你這樣白天忙家務 晚上還要努力讀書 身體吃得消嗎 凡事還是要循序漸進才好 我會注意的 那明遠哥你早點休息 好 好 好 這麼晚還跑進大少爺的房間 他是想靠出賣色下少尉嗎 誰知道呢 之前還來一個野男人來鬧事呢 靜靜靜靜的正不知點點 聽說他居然想追求大少爺 也不知道撒朋友照著 是啊 我看 他是看電視劇看多了吧 你幹什麼 把密碼還給我 呦 未來的蕭夫人還是這個東西 連我家的狗都不吃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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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給我 方麗夏 想吃麵包嗎 你學成狗叫 我就給你 你們別太過分了 就欺負你走了 誰要你這麼討厭 你不是想吃麵包嗎 去吃 去啊方麗夏 方麗夏 你不能被打垮 你要堅強起來 方麗夏 你不是很能幹嗎 書房還有那堆碗簾沒洗呢 快去吧 哈哈哈哈 不許吃 我媽你 這是給我的嗎 你看這旁邊還有別人嗎 啰嗦什麼 趕緊吃拿著 我媽我 我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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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敬 別說那些噁心的啊 我是怕你啊 餓壞了 耽誤幹活 吃飽了 趕緊干活去啊 哎呀 这么不叽叽的 这得洗到几点呢 这吵得别人倒是没有叫 你还不如我自己干 一点都不利索 黄妈 谢谢你 谢什么 你呀 平常要长颗心眼 他们要欺负你 也就欺负回去 你还站着这儿干什么呀 我要帮你把这活干了 你回去休息 黄妈 您真的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就你啊 乘这个能 我在这儿啊 这么多年 我什么红浪没见过 你呀 是个红女儿 就不应该受这种委屈 妈 谢谢您 在这个家里 感觉您是唯一能先凶的 哎 人心呢 个肚皮 谁好谁坏呀 这时间可以胀 你呀 以后有什么难处 尽管和我说 这不是我们大明姐姐的货水吗 怎么 今天又当着炒什么货呀 是啊 小心 被把花捡死了 到时候还得我们来收拾餐具 干活的时候别闲聊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责 帮一下 夫人让你去书房一趟 10点 2 1 2 3 4 t5 小阿姨 如果 你是我妈妈该多好 那下 这人上了年纪啊 居然打瞌睡 你刚才说什么 妈妈 我来人啊 我的手练不见了 来人啊 我的手练不见了 你这是怎么了 妈 你从国外给我带来的那条钻石手练 我们一放在桌上 怎么就没了呢 小姐别着急 我们帮你一起找 当时什么呢 你条手练而已 妈妈再给你买一瓶 妈 东西丢得是少 重要的是 咱们家除了内贼 不能不提法 不会吧 咱们家的安保系统 可是全国最先进的 你是不是忘在哪里 不可能记错的 手练一定在家里 妈 你要是不信 叫人把家里都说一遍 不可能的 每个地方我都想过了 一定是被人拿走了 方林夏 今天是你打扫的房间 是不是你 小姐 我不会拿您任何东西的 请您相信我 这个房间大大小小的都搜过了 除了你身上 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没拿 就把身上东西都掏出来 什么 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小姐夫人 你们就惯着他吧 就是因为你们太宽容了 他这个吓人才会变得越来越似乎忌惮 好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我愿意接受送查 不过 要请警察过来调查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么贵重的东西丢了 一定要找到才行 千万不行 要是让外人知道 怎么肖家出了内贼 是不是太没面子了 我赞成丽夏的说法 跟肖家的财产安全相比 点面子算是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 你该不会想 趁搜我身的机会 把手链借机塞到我身上 故意陷害我吧 方理夏 你卸个派人 那这条手链 为什么在你身上 夫人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小姐 我不知道手链 为什么会在我的口袋里 母亲 我相信小雪的为人 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是吗 那她还没有告诉我呢 手链为什么在她的手上 这闷呼噜 最近越来越厉害了 吃错药了 顾美琪 还有什么阴招都使出来吧 我不会怕你的 小雪 今天早上 是你打扫的小姐房间 你是不是捡到之后忘了 是啊是啊 是我不小心给忘了 看我这记性 好了好了 一场误会而已 李夏 我相信你的为人 你就原谅他们吧 夏阿姨 其实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很抱歉 我只是要告诉一些人 我方丽夏绝对不是好欺负 方丽夏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谁让你挡着本小姐的路 拿你垫脚也未成不可 哎 李夏 我有点急事 我要出去一趟 这厨房啊 就就对你了啊 你看到那个芒果了吗 一会甜点做好了 把它加进去 然后啊 你送到美琪小姐那儿啊 好嘞 王八 您放心去吧 哎 我走 嗯 嗯 美琪小姐 这是王妈特意为您准备的甜品 上面添加了新鲜的芒果 希望您会喜欢 是吗 让我不要尝尝 为了更大的目标 这类学生算不了什么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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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刚跟美琪小姐送了芒果甜品 真的生气呢 什么芒果甜品 你不知道美琪对芒果严重的过敏吗 什么 我不知道啊 是王妈让我 哎 你怎么故意让小姐吃芒果呀 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让你送小姐去医院 好好好 好好好 这 你怎么故意让小姐吃芒果呀 哎 医生怎么样了 刚才的情况确实是分危急 好在美琪小姐的情况 已经基本稳定了 不过 以后要更加注意 避免接触过敏远 谢谢你 谢谢你叫我美琪 以后一定注意 我原本以为你是个细心 但没想到你能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美琪对芒果过敏 这在家中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你怎么能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真的是我妈吩咐我这么做的 我并不知道美琪小姐对芒果过敏 我妈离开前亲自吩咐我说 把芒果夹到甜品里送给小姐 我并没有留药害美琪小姐啊 天地良心哪 方丽夏 我平时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呀 哎呦 我想起来了 方丽夏 曾经说过 酿都是被拐卖的 成什么 美琪小姐就能那么幸运地找到母亲 她呀 就是嫉妒小姐 才故意这么做的 不是这样的 我是很羡慕小姐 但我绝对不会害她呀 方丽夏长是让奇哥的眼神看着我 原来你这么恨我 自从你来到家里 美琪就不断出事 李夏 对不起 无论你是不是清白的 为了美琪的安全 为了萧家的安宁 为了萧家的安宁 你不能再留在这 小阿姨 我真的没有 李夏 妹妹 这边还是留下 没关系 李夏 阿姨再喜欢你 你终究 也是一个外人 你绝不能再留在萧家了 我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已经人之以尽了 小阿姨 不 萧总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这就做 这段时间我很开心 谢谢你的照 李夏 萧总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是 给你读书用的 别去打工了 萧总 我很感激你的好运 但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方式 是你教过我的 要学会独立 自强 现在要靠我自己去实现 李夏 别犯罪 外面的世界 没那么简单 我都知道的 萧总 正是因为不义 才更值得我去挑战 我想要证明 即使没有别人的帮助 我也有能力 走到我想要的那一步 谢谢 李夏 因为你的道路永远光明 为我 永远在你身后 向明远 谢谢你 但我必须自己组完这条路 我必须自己组完这条路 我尝试 我尝试 你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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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百萬 否則的話我就把你冒名抵替 陷害方羅麗下 甚至謀害我的所有的事情 全部公之於正 你就別說你是什麼蕭大小姐 你就哪裏吃老飯了 我敢 你試試看看我敢不敢 三天時間前步到位 後果自放 像是一種蜜蛋 我敢敢敢威脅我 這時 不能讓這個爛爛的朋友 你根本做到的一切 那一切 你覺得我 能夠是神大軍的神明 你能受了 尊嚇 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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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辛苦都來這一天 你也別想不做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怎么办 给他这笔钱 也许他拿到钱后就暂时消失 给我们争取时间 魏琪啊 你太天真了 陈大军这种人贪得无厌 你给他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会有第三次 他是个无底洞 我们天不满的 你说的对 我们不能一直受他牵制 但要怎么做 只有一个办法 让他彻底消失 只有他消失了 你身份才安全 我们的计划才能顺利进行 杀了他 要不他 魏琪 你想想看 如果你留着他 他会成为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和我们通往荣华富贵路上 最大的绊脚石 魏琪你知道的 他不会善罢干凶的 快去吧 我没写到你 好吧 这样这是唯一的出入 但要怎么做才能不留痕迹 我会处理好一些的 找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 尽算的干净地方 市场之后 我们真的就自由了对吗 消账了一切 都将是我们的 魏琼 只要我们过了这一关 全面就是康庄大道 我约了这么个地方 你不会 是想给我耍什么花招吧 我愿意见你吗 肖明远很防备我 肖过容也怕我乱花 我卡里没钱 但我保险箱里有珠宝 手势和一些黄金 转账面给你 银行转账也会被起义的 行了 别和我玩什么猫鸟 否则的话 我把所有的证据 立刻发给消失几盒 听见了吗 李琴 是不是还想给我耍什么花招啊 别忘了 我可是你爹 是 你是我爹 是一个让我和妈妈生活在噩梦里的爹 今天 你这终结这场噩梦 你说这些个没有 有什么没有啊 赶紧把钱拿来赶紧 好 没有 现在就你我两亲 你早这么持续不就好了吗 嗯 口北齐 你耍我 啊 陈大军 你的贪婪害了你 今天就是你的报应 鬼妻 你 你们 陈大军 游戏结束了 你以前对美琪和他母亲所做的一切 今天都会付出代价 哈哈 你们两个小崽子 能带我喝 你忘了你最后的拳头有多重 你忘了妈妈的眼泪有多苦 但我都记得 每个细节 每次的疼痛 我都记得 现在 我要你偿还 动手吧 这时候结束理情 为了你 也为这些不堪回首的过去画像一个句号 解决了他 像是卸下一块大石头 现在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们的计划 像是集团的财富和权位 马上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住进肖家那豪华的别墅里 享受仆人们的处有 出席跟洋散流社会的宴会 所有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 要向我们低头 不仅如此 我们还要彻底掌握消失集团 让那些员工股东都臣服于我们 还有那些珠宝豪车十人飞机 所有我们沉默寐以求的东西 都触手可及 小贵勇的位置我来坐 江氏集团 你来讲透 您好我叫方丽夏 请问你们店里需要电源吗 不要不要走走走 您好 请问你们这里需要电源吗 我有经验的 我曾经负责过优秀店员的称号 真的吗 那你买东西给我看看 三星的客人您好 我手上这件连衣裙呢 是本季的销售之星 您看它的剪裁啊 既现代又经典 既适合一些日常的穿搭 也能轻松驾驭各种正式的场合 设计确实不错 但我担心白色 会不会不如其他颜色好搭配 白色呢 它不仅仅是一种颜色 更是纯洁高雅的象征 这个夏天啊 白色将是整个潮流趋势的关键词 穿上它呀 一定可以在人群中脱颖而成 但是今年市场上 白色外套太多 深入人心的设计 却少之又少 您看这样呢 啊确实不一样了 你果然有两下子 施工一周看看表现 谢谢店长 陛下这些衣服 今天都要挂上去 加油哦 我们先去吃饭了 好 我过来 放一下 你宁可自己吃苦 也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 需要帮忙吗 这看起来很重 小子 您快放下 我自己来就好 我不太喜欢白饭 您怎么会过来这边啊 哦 我 我刚好路过 路过而已 就是别人给我的 吃不完 吃不完 给你好了 这些是我最喜欢吃的点心 小董 谢谢你 那你快点吃吧 再放一会不新鲜 顺便休息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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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董 你本来要来 这别人送我的给你吧 真的吗 嗯 谢谢你 这个 是我人心中第一次的 你喜欢就好 小董 你今天特意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等一下 其实有些话 一直想对你说 只是之前的肖家不方便 现在你离开肖家 我也终于可以对你 承开心碎 之前看着你忙碌的背影 你心里总是一阵阵的人 我想成为那个 可以让你依靠的人 不只是朋友 更是恋人 小董 你一直以来都对我这么好 你怎么可能感觉不大 就是我不相信 这次没好过什么 而且我一直有个朋友 小阿姨 特别不接触我 丽莎 我知道这还需要点时间 但妈那边你放心 我会慢慢和她沟通 让她看到你的好 理解我们的感情 相信 只要有爱 没有什么事解决不了 对吧 你愿意 月月 我愿意和你一起愿意 这一集 我愿意和你一起愿意 这一集 没有啊 没有啊 是什么呢 少明远恋爱 是谁呢 是谁呢 喂明远 方立善 明远 你怎么不说话呀 他居然真的和少明远在一起 累死了 幫替香 你哥真的是英魂不散啊 哥哥,你們要加快動作 元哥 北京 你先出去 雷琦 雷琦 你這玩笑開的有點大了 你先出去我穿衣服 送你了 如果是想你你穿好衣服 趕快你出來吧 找我什麼事 雷琳哥 那你可能不信 我想你很久 你也好我謝謝你 雷琦 你的好意我心領 但愛情不能建立在這種事上 我們是兄妹 我們保持好家人的關係就好 因為方麗夏嗎 跟麗夏沒關係 雷琦 你確定你對我一定懷疑都沒用 如果我願意為你做任何事呢 雷琦感情不能用來交換 更不是兒戲 我相信媽也不會同意你的想法 不過媽也同意了呢 啊 美琪怎麼了 我一定是必須告訴你 關明遠哥的 好 我先明远哥和芳麗夏 最近他们走得特别近 跟他交往 麗夏这孩子也还不错 就是家境差了些 他们现在也只不过是 普通胖流关系吧 妈 那些家境并不富有没关系 但我担心他是 看上了咱们家的财产 才故意接近哥哥的 这件事可不能空口无凭 咱们不能冤枉一个好孩子 再说明远 也不是一个轻易受人摆布的人 我只是有些担心罢了 但是 芳麗夏的母亲 可不是个石头的灯 这样的母亲 能将出什么样的孩子呢 等着机会 那种面团 了解一下芳麗夏的情况 对面情 还有你要记住 家恒万事兴 我知道了吗 我只是担心哥哥 怕他受到伤害 请问你找谁 这就是明远家吧 我 芳麗夏的妈妈 赵如 今天特地啊 来看看秦家母 瞧瞧这大方子 真气派 我们家里下眼光真是不错 能找到你们这么好的人家 大女士 请坐 接下来是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 这不是 想来聊聊咱们两家孩子的事吗 芳麗夏那丫头 孝顺我 那心眼可好使了 答应我了 要给我买一栋大别墅 不是啊 将来咱们庆下 都在一块住 芳麗夏还真是孝顺 不过孩子们的是 作为家长 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不过贵荣啊 这话说回来啊 我这心里啊 是想早点抱孙子的不是 你看你们家条件这么好 那立下跟着明远 我也就放心了 赵女士 感情的是 孩子们心里自然有数 如果她不是真心相爱 作为家长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是 但如果 还有别的目的 哎呦 瞧我这张破嘴啊 竟说些有的没的 贵荣啊 别多信啊 别往心里去啊 那我看 明远和立夏这孩子 是真心喜欢的 新加坡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就这么定了 你不用松我 我知道了 门在那边 再见 你怎么好好的 都哭鼻子了 这谁让我家小公主不开心啊 妈 不然就做了一件 会让你生气的事 怎么会呢 那些西班骨把你找回来 就是希望你能过成幸福快乐的生活 你做什么事 妈都支持你 我喜欢上了小明远了 还没什么事呢 明远 聪明又努力 你们俩朝夕相处 喜欢上她 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不过现在 你们俩名义上是兄妹 传出去 比如她 不太好听 可是我就是喜欢她嘛 现在还这么优秀 为什么不能当你的女婿 不能当相视警察的寄险人呢 你这丫头 妈又不一说不答应你 只是 和明远在一起 你的压力会很大 你明白吗 妈是心疼你 没关系我不怕 只要和明远在一起 都愿意 好的我知道了 那明远的态度呢 她愿意吧 那凭什么不愿意 跟本小姐在一起 是她的荣幸 妈 哥 我走了 美琴 这里她走又去哪了呀 这些天 我一直努力的想朝 回这个家的一份子 那种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你忙着事业 哥哥也有她的世界 而我 她是个孤单单的一个人 我想要的 不过是家人的温暖和陪伴而已 我一直努力的 我一直努力的 哎 美琴你别走 美琴 妈知道这些念 对你的关系不够 都是妈的错 你别走 留下来 咱们一起去解决好吗 妈 我是现在很想和你 飘哥 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好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下眼 云人怎么来了 李夏 我今天有重要的时间想和你谈 我觉得我们可以开诚步 我希望你能和明远分手 你的家庭情况太复杂 不适合明远 分手 为什么呀 李夏 我是为你好 你是为明远好 我们的世界和你不同 你有你的家庭 明远有明远的责任 长痛不够感 可是小阿姨 爱情 怎么能能和舒与否来衡量呢 我跟明远之间 真的是有感情的 李夏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你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我知道的阿姨 您对我跟明远之间 有很多顾虑 但是 我真心 我真心希望 您能给我一个机会 这不是机会不机会的问题 我说白了 你配不上明远 我明白 外界对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 但是我跟明远的感情 是纯粹的无关其他 纯粹 李夏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而明远 是萧氏集团的继承人 你不就是看中了 我们家的财富和地位吗 萧阿姨 你这么说 我免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爱的是明远这个人 无关她的身份或是财产 你告诉我 除了明远 你的家庭 你的背景 哪一样能配得上萧家 阿姨 我承认我出身频繁 但是我也有自尊跟梦想 我爱明远 是因为我们彼此理解相互复制 我相信真的爱情是可以跨越一切阻碍的 你的爱情在现实中不堪一击 我劝你早点醒我 免得到头来一场 我 我一定会证明给您看的 我们的感情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 但即便如此 我也尊重明远的选择 可是如果他愿意跟我一起面对的话 我绝对不会退缩 那下 我以为你是个聪明 是我错的 妈 喝茶 小心烫 原演 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 准备怎么过呢 公司里一堆事没忙完 怕是没时间专门过生日了 哎 你啊 就知道停业忙工作 自己的生活一点没关系 再找不如管管你了 妈 您培养我这么多年 我这不是为您效命的时候 你是妈一手带大的 妈大心而泪 希望你能继承萧氏集团 妈妈还有个心愿 那就是美琪的人生的事 妈希望你能和她在一起 你妈妈就更放心地把公司交给你 妈 我知道您看中我 但萧氏集团是您半辈子的兴趣 她永远只能属于一个 至于美琪 我对她没那种感情 我一直把她当成亲生的 明远 有一个到底 你一直没有告诉我 像咱们这种生意人 集团利益 是一个一切 爱说感情 是可以陪我 妈希望你能和美琪 好好相处相处 妈 对不起 我真不能答应你 妈就这么一个女儿 也就这么你一个儿子 能够这样的养育之恩 不值得你考虑 妈 我当然感激你的养育之恩 但我更知道感情是不可能这样培养 如果美琪就这么草率地嫁给我 那才会耽误她的终身幸福 让你和美琪在一起 确实为难你 如果你就是不同意 就当我没说 妈 谢谢您的理解 以后我会好好对待美琪这个妹妹 张绿 你怎么来了 明远 有件事 我一直瞒着你 我被诊断得了肾衰竭 今天让张绿出来 就是为了处理遗产的事情 妈 您不是开玩笑吧 好好的怎么突然生病了 今年体检检查出来的 妈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 没事 您放心 我现在就去找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一定把您的病治好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最清楚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们兄妹能够幸福 这也是我 为什么让你和美琪在一起的原因 张女士 时间不多了 我们来处理遗嘱吧 小女士请放心 我们会确保您的意愿得到尊重 公司 我准备留给你 我相信你有责任 你有能力 带领别人自走向未来 妈 我会 我会努力扛起消失集团 不会让你的心血毁于一旦 至于其他的资产 我准备全部建议公益事业 也算是我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所以美琪 她没有经商能力 就不如要让她介入集团了 我会为她留一笔生活费用 你小的臭女儿 居然这么偏心 老娘辛辛苦苦在你身边中 乖女儿这么久 居然只给我留一点钱 呸 真是报应 死了也活高 谁在那儿 我妈 我听到了 你怎么死了丢下我就走啊 妈 我们好不容易才相认 你怎么能这样呢 那然后该怎么办 别急 别急 乖 妈这辈子欠你的态度 下辈子我冲还你 难道除了牺牲我和丽夏的感情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妈 妈 我决定了 我愿意和美琪订婚 和肖氏集团 继续发展下去 太好了 真的吗 明远哥 我太高兴了 对不起 丽夏 我说过要永远保护 看来要失业了 明远 我给你打了好久的电话 你都没接 是 说什么事了吗 来了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什么事了 我们分手吧 分手 为什么 我打算和顾美琪结婚 这是妈的意思 为什么 那我们之间的感情呢 你说过要我们一起面对一切吗 我也曾这样想 但我母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到我安定下来 而顾美琪那边 能带给公司巨大的利益 所以你就要这样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 就为了所谓的利益跟安排 丽夏 我对不起你 但我没办法看着母亲一天天衰弱下去 这是我身为儿子的责任 责任 那我们的爱情呢 你的责任呢 丽夏 相明远 从此以后 因我之间再无关 对不起 这不是那一下吗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你接下来见 还有萧总 好久不见 你们是来购物的吗 我们正筹备婚礼呢 明远说这里衣服不错 就过来看看 你愿意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当然能见证你的幸福时刻 是我的荣幸 真的没关系吗 如果你觉得为难 其实又可以不用 没关系的 我都答应了 能看到你的幸福 我也很开心 丽夏 你比较细心 你来服务我吧 明远小姐 我们去换衣服 哇 再换 这也太秀了吧 放一下 你的眼光也太普通了吧 不好意思 我再去帮你找其他什么事 就这件吧 我觉得他挺适合 好吧 现在明远都说好了 那就这样吧 我相信明远的眼光 那我带您去几张 放一下 不如我帮你挑战派你娘服 当做我送你的礼物 不用了太棒了 没事 你当我的伴娘 我已经很感激了 这件裙子挺特别的 来 你试试看 那好吧 谢谢明远小姐 谢谢明远小姐 这 这怎么可能 等一下 你怎么可以穿的那么好看 可能是巧合吧 它其实挺有蠢的 哎呀 不好意思弄话了 可是 这件衣服确实很适合你 要不你当天就穿着进来吧 好的美琪 走起 我会遵守您的用途 美琪你看那里 如果放上白色的兰花 正好和你的婚纱 相得一张了 妈妈 你说的对 兰花青亚托素 我很喜欢 明远 李霞 如果站在这儿的事 你该有多好 明远 就是菜了 都挺好的 您决定就好 你怎么了 妈妈 你感觉哪里不舒服 我感觉胸口闷 美琪叫救护车 快 医生 我母亲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萧先生 你母亲的病情十分的危急 肾衰竭已经到了晚期 目前唯一的治疗方案就是 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好好好 换换 换 我现在就联系全国的医院 寻找合适的肾源 抱歉 萧先生 目前全国没有合适 肾女士的肾源 如果直系亲手愿意捐献的话 手术的成功率 会大大的提高 美琪 医生说 母亲的情况 可能只有你能帮她了 我 你的意思是 让我捐设给妈 对 我知道这很难 但 母亲没有多少时间 不行 我不能捐设 我从小到大身体就不好 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美琪 她说我们的母亲 你怎么能只想到你自己 萧明远 你以为我不想救妈妈 可是我也有我的生活 我还想和你结婚 万一 到底是我们结婚重要 还是母亲的性命重要 你忘了这条命是谁给你的吗 那我好好考虑一下 俊梁 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但你要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暂时的 你真的要跟那个萧明远结婚啊 别忘了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俊梁 你赞给她 是我的分得香善的财产 你知道的 咱们苦日子过了这么久 难道你不想跟我一起共享荣华富贵 何况我对你的爱 什么未开明 好吧 那你要确保这个计划万无一事 万一假需真做 我计算过每一个步骤 萧桂蓉那个老女人的健康状况 以及不允许婚事偷太久 只要我和萧明远成婚 大个时机干掉她 让萧桂财产自然到我手里了 为了我们的将来干杯 自助无论发生什么 美琪啊 你可一定要小心点啊 可别让自己陷得太深啊 放心 美好的未来从教授手上 可是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怎么了 又是谁要挡我们的路啊 上星期小鬼容病情恶化 萧明远居然要求我给那个老女人捐肾 不然就不和我结婚 我都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了 居然卡在最后一关 捐肾 你又不是小鬼容的亲生女儿 一捐肾不就露馅了吗 是啊 怎么幸福这么久不就白费了吗 那我记得你说 萧桂蓉有一个亲生女儿叫方丽夏 你还把她从萧家赶走 是 方丽夏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同意真胜呢 那可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我看还是有希望的 可要是方丽夏和萧桂蓉相论了 你怎么计划不是还是泡汤了吗 那就由不得她了 我去把她绑过来 一切问题赢得而且最好危险呢 为什么我如果这么冒险呢 我意识 为了这份遗产 值得一破 好吧 喂 你是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但我知道你亲生母亲是谁 你知道我亲生母亲的消息 没错 如果你想见她 今晚八点城边仓库见 记住啊 一个人来 你是 你怎么 这会是真的吗 这么多年了 一直想得到真相 妈 真的是你 王立夏 你来了 你是谁 你知道我亲生母亲在哪 我是谁 看你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不可以给你钱 你放开我 钱 我不是要 我要的是你的一颗肾 什么 你要我的肾做什么 既然你已经落在我手里 那我就让你死吧 明白 简单 我要你给萧桂荣捐一颗肾 我给萧爱一肾肾 可是肾肾 不应该是直系金主就好吗 没错啊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你才是萧桂荣的亲生女儿 至于美琪 那当然是假的了 这都要靠你那个愚蠢的亲生父亲 陈大军帮了她 方立夏 其实我还挺同情你的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顾美琪 所以 是她顶替了我的身份 跟我亲生母亲相认 我走了本来该属于我的 可我还在傻乎乎的 要去当她的伴娘 为了我们两个的幸福未来 你就小小的牺牲一下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认清现实 完成这场销 要么 只要你乖乖听话呢 这个真管理的东西 就永远不会进入你的体内 你要是不听话 你真好管 哈哈哈哈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不完 现在我就是规则 房地下 那萧桂荣对你那么好 她又是你的亲生母亲 现在是你回报的城了 你 你 放开我 我不怕告诉你啊 萧桂荣现在就要死了 如果你说答应 她真要死路一条 她可性情吗 哈哈 哈哈 我好 我答应 我答应 哈哈哈哈哈哈 行 这些 我想起来 喂 美琴啊 方丽莎的同意 她愿意给萧桂荣军线 真的 这么快 你确定 没错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Saint 明月 有件事 我想告诉你 怎么了 我想通了 我愿意给妈捐身 真的 母亲果然没有白照 美琪 你能想中真的是太好了 宁愿 可是我太心 我出现什么问题 你会不会嫌弃我了 不要我了 傻瓜 你是个好女孩 手术过后不论如何 我都会娶你为妻 我会对你一辈子不离不弃 明远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一直梦想这一天 你说的当然是真的 我保证 我出过后 无论如何 我都会实现我的诺言 我会结婚 一起面对我来的日子 明远 请谢谢你 但我还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不想你看到我手术 居住前后的主样子 你不要来医院在家等我 可是我担心 到底妈 宁愿 你这点小小的要求 你都不能答应我吗 有什么不离不去 我都答应 我答应 妈 妈 你放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会和美琪结婚 我们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小学长 我们要进行书前准备了 请你离开医院吧 这是美琪小姐的意思 你知道 现在莫菱小姐 美琪小姐 小董已经走了 你说什么 vibe 巫 reader 你穿不上 Hope 你记得 黄小姐 手术 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要进手中市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 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你知道 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想你 我对您的爱一直都在 妈 原谅我 不能以女儿的身心跟你想 而是我愿意以自己的方式 你生死一天 黄小姐我们要做书军准备了 我愿意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说 可笑的是你病重在床 我就成了你眼中那么伤害你女儿的凶手 现在我要用我的身 来弥补女儿对你来 可是这些年我确实的那些我爱 那些本该属于我的温暖和怀抱 我又应该怎样 我又应该怎样批你了 妈妈 你能听听我说话吗 我是李下 我是李下 是你女儿 还记得吗 小的时候 我们在院子里一起草的那棵桂花树 每到秋天 整个院子都是桂花香 那段时光 虽然频繁 但在我脑海里一直都很珍贵 阿湘是你们 妈 你们在干什么 等一下 你怎么在这 在这 你在一个生之前已经红了 我们现在正为你准备做实施亲属的肾脏更换手术 实施亲属 难道夏夏 你才是我的提升 是我 妈 我是你女儿 我终于找到你 我要继续 受不住 你不能起来吗 我继续对你特别说话 我心甘情愿给您诊认 不 不 等一下你听来 我毁灭了这段日期 我忘记了过去 所有的我 和你的背景 都想让爷爷缠绕着我 我怎么可以 我怎么可以得要对你呀 我的亲生呀 妈 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 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 我们还有机会弥补他 我不能让侧偶继续 遇上 就听着手术 没了 邓女士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有些事情 我有在清醒的时候结局 你欺负 你真的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妈 别这么说 我们是一家人 你还这么年轻 如果我知道 是否会让你捐身呢 妈 是你给我生命 现在是我回报你的时候 妈想看看你的伤口 确认你没事 妈 真的不用看了 医生都说恢复好了 不会有疤的 妈知道你想让妈安心 但妈看了 才会放心的 妈 我怕你担心 伤口很丑陋的还是别看 你没用手术的 你被什么要骗我 妈 妈 我知道错了 对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你要相信 你那些深处 全都是对你的爱 你到现在 你敢继续教我吗 顾美琪 方立夏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 你和刘俊良所做的一切 我们都知道 我劝你还是到底不 你们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 你不用再装浮屠了 你的同伙都已经交代清楚 是 都是美琪 是她跟我一起联手跳话的这一切 特别人要给修阿姨假如决胜 才让我保驾的方立夏 尤俊良你胡说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你 你 顾美琪 我如今你还敢狡辩 妈 不必再跟他们多回故事 把他们交给警方吧 我相信一定会有个公子 是的 如你们所见 是我顾美琪 准备所有的一切 我顶替方立夏 企图成为肖家的一份子 想说那不属于我的敬情 是我让刘俊良做的那些事 是我错了 我现在知道敬情和爱 透过欺骗是无法获得的 肖阿姨 请你原谅我 给我一个改过季性的机会 错误已经不通了 但每个人 都有改过的机会 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去解决 一起面对我 谢谢你小爱 别怪我 杀了他 别怪我 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我已经走这么远 怎么甘心回头 顾美琪 你放开我妈 你有什么冲我来 到什么时候了 你在这场母女情山 方立夏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耳睛啊 小爱阿姨 你为什么 何苦呢 回头吧 我们还有个好的解决方式 小废话 小明远 去给我准备只剩几个现金 否则 好 我现在立刻让你准备 你只要别上网了我妈就行 美琪 我很好奇 你真的有这么狠心吗 你不会的 你心里还有善良的 对吧 你别以为我不会 我早就杀过人了 我告诉你们 我查军早就被我杀了 什么 你杀了天大军 我 我确认你有识点 谁让他一起威胁我 挑战我 我没有办法他该死 噓 你不是说明远你敢报警 算了他忘了 你自己下地狱吧 不行 我看 Restaur 请不认 dop 收藏 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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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琴 美琴 媽媽 你又是我媽媽 美琴 多虧了明爺 幫我找到了合適的世面 這下也不用給我決勝了 媽 您現在感覺怎麼樣 好多了 多虧了你的照顧 那讓我看見你們倆 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 經歷了這麼多 咱們一家人終於團聚 以後 再也不分開 你們的婚事 又抓緊提倡日程了 媽媽你說什麼呢 說的可是正事 還著急抱孫子 是尊命 我明天就開始籌辦婚禮 抓緊時間 給您生意大盤我兒子 那就好 不管未來如何 只要我們能在一起 日子 總會好的 嗯 發生意大盤 然後 嗯 嗯 嗯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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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